雷人日记 小人物 大世界 想要逃离 那就去丽江 想要进化 那就去西藏 想要看海 那就去三亚 想要文化 那就去北京 想要逗逼 那就十一的时候去以上任何地方吧 我叫雷人 人山人海的十一就这样排山倒海的来了 整整七天 没有傻逼的工作 傻逼的领导 装逼的同事 简直是太感人了 这个十一我准备宅在家里 拿着突全国人民后腿的工资 已然是没有出行的想法了 我只想安静地做一枚穷皮 吃着暖暖的泡面 看着勾人的美剧 晚上我下楼买卫生纸 发现广场竟然消停了 退休的大姨大妈也集体出游了 这样一群不受假日办折磨的叔叔阿姨 他们随时都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可还是要跟办公室里憋到爆的上班族抢 真是气死人 做白领不容易啊 外表冷宴内心潦骚 就盼着出门旅行来个宴月 丽江一夜情 拉萨滚草坪 酒寨沟的野战数不清 一大波浴火焚身的小子白领 喊着逃离都市的口号 利用七天时间开始各种不雅低俗的活动 好棒 有人喜欢人多热闹 有人喜欢高冷独特 丽江黄浪 西藏艳了 能去的地方没几个了 于是逼格高的旅友决定给旅行赋予更牛掰的意义 征服高山是梦想 穿越沙漠是情怀 穷山恶水是他们旅行的宿命 其实呢 这些高山基本有所到 这些沙漠也不缺服务站 等假期归来 他们会告诉你这样的旅行 让他们看破了生死 参透了人生 中国人实在多 那就去国外吧 我曾经以为多花点钱就能体会到别样的风情 不过2013年高达9000万的出境人数告诉我 别他们逗了 十一期间热门的旅游国家 基本都会专门为中国人定制旅游套餐 他们热情洋溢 他们满心欢喜 无论是东京纽约还是伦敦巴黎 他们都翘首期盼人傻钱多的我们 出国旅行变成了跨国采购 一起高呼 买买买 不买不是中国人 壮灾我大中华 今年9月15号 运行了14年的假日办被撤销了 这14年里 我们的生物中一次次被打乱 周末被挪来挪去 像在玩弱智拼图游戏 十几天的假期 被搓来搓去的把玩 十几艺人的假期 像集体舞一样统一表演 真是煞费苦心了 撤了吧 撤了没人吗 我们啊 工作时盼放假 放假时想旅行 旅行怕丢存在感 假期归来 空愁畅 所以呢 放下手机穿上球鞋 少发几张朋友圈 多采计较泥土地 要下定决心 砍掉双手 绝不购物 扎着绷蛋就靠两腿去漫步 旅行 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你出门了 而是告诉自己 你可以休息了 这个十一 祝大家玩得开心咯 老板 来两脚卫生纸 要轻柔性的 我说发 我说发 我说发的鸟 我说发 我说发 我说发不高 我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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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发